是呀!大家又見到我了! 我是有能力可以聞到靈異氣息的傳說狗! 今次想跟大家說說香港的傳說聖地華富邨! 在1967年入伙的華富邨被譽為平民豪宅 是香港著名的屋邨,也是香港最多神秘事件發生的屋邨 華富邨的原子是雞龍灣墳墻 那裏在日治時期是亂葬崗尼 相傳在屋邨入伙的初期已經不斷傳出鬧鬼的事件 例如居民在晚上的時候會聽到軍隊的暴躁聲 更有居民會在升降機中見到著著軍服的靈體 近這20年以來更有很多宗跳樓自殺的案件發生 相傳說是冤魂要找替身 有一些老街坊說其中有一棟樓是經常鬧鬼的 而那棟樓的第23樓更加是被政府特意雕空了它 完全沒有人住 街坊還傳聞說是因為那裏太猛鬼 所以連政府都不建議人搬進去 但其後當局解釋說 特意雕空的原因其實是因為是用了23樓全層進行加固工程 這樣就可以避免華富邨這棟樓整棟拆射重建 所以23樓才住不到人 而並不是因為鬧鬼 另外在興建華富邨初期有工程人員發現一副石棺材 這副石棺材很離奇地沒有辦法移走 因為當工人一碰到這副石棺材就會飛死即傷 所以有人叫這個石棺材做不化石棺 而當時的搬運工人不敢碰它 所以無奈當局就將它放在原子在地底上加以密封 相傳說這個石棺現在還在那個位置 就是華富邨清華樓對出的巴士站下面 華富邨附近有一個復步灣也是非常出名的 由於是一條溪水由山坡上面流下來 早期更加是一條大復步里 由二戰開始到現在 這個地點都仍然是香港人以熟能長的鬧鬼地點 而且更令人不寒疑慮的是 每隔幾年就一定會發生一到兩宗奇怪的奪命意外 所以不斷都有流傳說水鬼是在這裏穩替身的這個說法 瀑布灣猛鬼的原因相傳是清末時期附近海盜槍訣 有一次海盜就在瀑布灣附近濫殺村民 自此之後那裏就不斷有怪事發生了 屋村內的小朋友都經常會去瀑布灣那裏玩 而每年都有小朋友在瀑布灣那裏淹死 所以街坊就更加深信水鬼在找替身的這個說法 之後政府就在附近加設欄杆攔住入口 阻止意外再次發生 傳說聖地華富邨不單止鬧鬼那麼簡單 傳聞說更加有UFO出現過在華富邨的上空 在80年代時期有一晚幾乎全個華富邨的居民都見到在華泰樓的上空 有一架多邊形的黑色物體停留在這裏 旁邊更加不停有不同顏色的光在不斷閃 而且非常之巨型 接著目的者說感受到空氣劇烈震動之後 這個UFO就發出巨大的聲響 5分鐘左右 之後它就向大嶼山方向飛走了 好可惜當年手機和互聯網都未普及 沒辦法有影片和相片去證實這件事 而隨著華富邨的重建 很可能就再不會有都市傳說在這裏再傳出來了 好了 今次就說到這裏吧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AWU поэтому